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平时的奶里面就有水 如果为了避免黄胆多喝水 反而挤占了我们喂奶的味容量 不利于孩子的黄胆消退 所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段介海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不只稻米营养 还有花生农香的金龙鱼稻谷先生赞助播出 湖北卫视联合划算划算最划算的巨划算 共同推出超划算爆款好货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湖北卫视或者是99999 进入到湖北卫视卫视华算俱乐部就可以享受巨划算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天天有 等着你哦 大家好 我是洪杨 在这里我们微信提示大家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 可以关注饮食养生会 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 等着你哦 今天请到现在的专家是来自于武汉儿童医院 新生儿内科的曾凌空主任 曾凌空主任您好 欢迎老师 大家好 我是武汉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 曾凌空医生 欢迎曾主任 说实话在这里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觉得要非常非常从内心的感谢 感恩于您 因为在整个武汉市疫情期间 曾主任相当不义 一直是奋战在一线最美逆行者 并且还亲手接生了湖北省 这个最低体重儿的一个新生儿 只有500克是吗 对对对 当时是2月6号 孩子只有24周的时候 就过早地来到了这个人世 出生体重只有500克 大概就跟那一瓶水 比那瓶水可能还要轻一点 就是这一瓶水 对对对 因为是过度的早产 所以各项的器官系统都发育不完善 经过了将近四个月的艰难救治 最后出院的时候是2680克 孩子没有明显的一些后遗症的表现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是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宝贝一样的存在 我觉得要替那些所有的新生儿 新生爸爸新生妈妈 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 感谢您 谢谢老师 对于怀胎十月的妈妈来说 突然下孩子来到世间 可是没过两三天 新生儿的皮肤 本来应该是白白嫩嫩的 结果就变得突然惊慌 让人甚适 变成小黄人了 对吧 所以确实让人挺焦急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主任 新生儿黄胆 其实出现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大多数孩子 大概就在身后一周左右 会出现一个黄胆的过程 但是有些家长就特别的焦虑 因为有一些宝宝黄胆时间比较短 马上就消退了 但有一些到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时间 哎呀 那那个时候老人 还有新生爸妈 就特别特别的焦虑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特地 为这些新手爸爸妈妈们 好好地来普及一下 这个新生儿出生之后 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也总结了大家关心的 四个问题 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 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 十个婴儿九个黄 十个婴儿真的有九个都是黄的吗 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黄胆 有些孩子他黄胆出现的不明显 或者出现的时间很短 一两天两三天他就退掉了 所以这种孩子的 可能他的肝脏的代谢功能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排出黄胆的功能比较好一点 那为什么这么多宝宝都会出现这种新生儿黄胆呢 新生儿其实他在妈妈体内的时候 是有很多的红细胞 因为妈妈体内的养含量比较低 但是出生以后 我们的大气里面的养含量高一些 他就不需要那么多红细胞了 那么小孩体内的红细胞会出现破坏 破坏了以后他就会释放出党红素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很多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肝肾功能是不太完善的 那么他代谢这个党红素的能力比较差 所以代谢不了党红素 这个党红素就会续集起来 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新生儿刚出来的时候 他的排出党红素的能力也不完善 所以他排出的能力也比较差 这样他产生过多代谢有障碍 然后排出又有困难 所以很多孩子就会出现一个黄胆的情况 对于这个新生儿黄胆会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就会觉得很正常呀 对不对新生儿都会有这个阶段嘛 他必经之路嘛 所以不用去管他 但有些家长就是新生的爸妈 做好功课了 说这个黄胆一定要引起重视 严重的话会有这个不可逆的神经性的影响 老师您觉得这两种看法哪个对呀 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 对生理性黄胆的孩子来说 我们可能只要密切监测 那么他的黄胆到了一定的时候会消退 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 他的黄胆就是程度太重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病理性黄胆 这个还是要密切监测的 如果我们不积极地干预 他可能会引起一些后面的 包括神经性隆后遗症 这样一些情况出现 还是需要我们在早期识别 并且很认真地干预的 是的 所以说就有必要好好地来区分 最近什么样是生理性的 什么特征就要判断是病理性的黄胆了 怎么区分呢 生理性的黄胆 就是一般来说 像我们主业的孩子 可能生后两到三天出现黄胆 那么五到七天黄的 就是这个值会到疯值 七到十天有的是到十四天 黄胆就退到正常 早产它出现的稍微晚一点 那么它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可能到21天退化 在这期间孩子的精神 食欲反应都挺好的 这种情况下考虑是生理性黄胆 病理性黄胆的问题就在于 它第一个出现比较早 如果生后24小时 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出现黄胆了 或者是黄胆这个值很高 就是黄胆连眼睛里面都有了 这个黄胆的值就比较高了 或者是特别黄 另外还有就是黄胆叫退而浮现 就是黄胆你它退下去了 然后又出现 对对对 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黄胆 然后如果说黄胆期间 刚才我们讲的身体性黄胆 这小孩精神也好 食欲也好 如果你黄胆期间 这个小孩精神不好了 食欲不好了 老是想睡觉了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 像比如说抽筋的这些症状 那肯定就是病理性黄胆 对 我还真的是特别想问 就是病理性黄胆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严重的病理性黄胆 对孩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它可能引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 有一些孩子长大了以后 出现脑性瘫痪的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 比如说听力会引起障碍 或者是牙幼稚发育不了 有些孩子会出现 就是说在近期的一些手足徐动 就是不能控制的手脚的乱动 这样一些情况都是 病理性黄胆到后期 可以引起叫胆红素脑壁 就是影响神经系统的一个表现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些宝宝是黄胆的高危人群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容易得这种黄胆 尤其是病理性黄胆 哪些孩子他可能是属于高危人群 孩子如果早产的话 因为他的各种代谢功能比较差 他可能是高危人群 然后有些孩子 他的每一系统出现问题的 有些孩子他容易出现一些 身上出现瘀斑或者瘀点的 他可能就是血液系统有些问题 另外有肝脏的问题和母体有感染 或者孩子有感染 这些情况下 他可能就是孩子本身的一些 容易出现病理性黄胆的原因 您刚才提到了有一种叫缺乏酶 这个我们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爱喝酒的男生 是吧 如果他缺少某种酶的话 他可能就不容易脸红 是吧 对 他就很能喝很耐喝的样子 那您所说的这个缺少什么酶 是指哪种酶呢 是肝脏代谢胆黄素 它有一套酶系统 那么在这个酶系统里面 如果某一些酶缺乏 那么它就不能很好的运输 和代谢这个胆黄素 所以胆黄素就会出现续疾 那么孩子就出现黄胆 那这个新生儿出现黄胆 它会不会跟这个母体 本身的体质有关联呢 肯定有关系 我觉得 有一定的关联 对 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妈妈有肝胆系统的疾病 可以对孩子造成影响 妈妈有一些自身抗体 相关的就是免疫性的疾病 它的抗体可以通过期待 到小孩体内 对小孩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妈妈有感染 她也可以 黄胆嘛 顾名思义 黄色这个东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知道皮肤发黄呢 经常我们会说 哎呀这个人脸色发黄 他可能有肝炎 对 会有这样的一种直接判断 是吧 那这个小孩他出现这种黄胆 我不会直接说他是黄胆 我会说他是不是肝不好啊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或者说如何去区分吗 黄胆的原因 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肝的问题 但是黄胆和肝炎 不能是混为一谈 就说有些黄胆是仅仅是身体性黄胆 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病例性黄胆 但是肝炎引起来的黄胆 它可能有其他的表现 比如说他有一个传染源 比如说妈妈可能有肝炎 或者是你去查这个孩子 他的股病转胺酶 就是肝的酶系统会出现问题 有些孩子有肝炎的孩子 你去做B超 他可能这个肝脏的B超会肿大 这情况就是提示他可能有肝炎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的 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 但是我一听这个新生儿肝炎 就觉得挺严重的 那很多家长就会想了 如果我这个宝宝有新生儿的黄胆 如果放任不管 它是病理性的这个新生儿黄胆 会不会就引起到最后变成新生儿肝炎呢 就是说新生儿肝炎 有可能就是导致黄胆消退延迟的 所以我们如果其他的要排除的话 一定要注意排除新生儿肝炎 那么如果有新生儿肝炎 要及早的治疗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比较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当然了 湖北卫视联合 划算划算最划算的聚划算 共同推出超划算爆款好货 您可以打开手机淘宝 搜湖北卫视或99999 进入湖北卫视 划算俱乐部想聚划算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 甜甜有 等你来哟 来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母乳竟会导致黄胆 母乳竟会导致黄胆 经常听老一辈人说 特别是看到孩子发黄 黄胆很厉害的时候 就会直接跟妈妈说 哎呀别喂母乳了 母乳停了 赶紧停掉喂奶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黄胆就好了 是这么回事吗 其实母乳是黄胆 我们需要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里面有两种关联性 一种叫母乳相关性的黄胆 一种叫母乳性的黄胆 这有什么差别吗 母乳相关性的感染呢 一般来说 实际上反而是母乳吃少了 它的这个能量不够 导致它的煤的系统不太活跃 这种情况下 它出现黄胆 母乳性的黄胆 是因为是吃了母乳以后 母乳里面有一种叫 Beta葡萄汤全山干煤 这种煤吃进去以后 引起小孩的肠肝循环 就是这个黄胆准备排出去的时候 被这个煤拉回来了 这样的情况呢 就黄胆又会出现 所以这个叫母乳性的黄胆 但是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 母乳还是很重要 对 这种情况就是 哎呀 这还是想坚持喂母乳啊 这该不该停呢 就是老人说的话到底对不对 对呀 是吧 这就是要区分一下 母乳相关性的黄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种黄胆 这个时候是要坚持喂母乳的 对 因为缺乏营养嘛 孩子 对 你喂的越多 它黄胆推的越快 它一般发生的比较早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一两周的时候 两周以内就会发现是吧 对对对 后面呢是母乳性黄胆 它的主要的表现 反而是黄胆消退延迟 就是应该消退了 到四周左右了 还不消退 其实不对 它可能这一部分里面 比较多的是叫母乳性黄胆 就是因为这个妈妈母乳肢里面的 没把这个黄胆拉回来的 这一种两个是 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如果通过一些方法 来确定这个孩子 是一个母乳性的黄胆 我们很多情况下 只是为了诊断的时候 叫妈妈停几天母乳 顶多是停三天 然后诊断清楚了以后 哪怕是母乳性黄胆 还是建议母乳继续吃的 那怎么办呢 它这个煤还是在里边 你如果是母乳性黄胆 停了母乳以后 它会降将近50% 就是这个值会明显的下降 你再去吃的时候 它并不会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值 只是在50%的基础上 稍微高一点 所以对孩子的影响不大 第二点就是 母乳性黄胆 整个的科学研究表明 即使是母乳性黄胆 对孩子的影响是基本上不大的 极少出现一些影响神经系统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你即使是母乳性黄胆 后期还是可以吃母乳的 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担心 黄胆 黄胆有了之后退下去了 然后妈妈就可以坚持在母乳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再过段时间又复发了呢 这个黄胆又出现了 这种是不一样的 这是黄胆退而浮现的 它不是 不像是母乳性黄胆引起来 母乳性黄胆它是叫持续不退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除非是我们之间人为地打断它 这个我们会知道 是我们人为打断它 让它降下去的 这种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那为了让这个新生儿 不出现黄胆的情况 我就不母乳了 我就就是用这个奶粉 那不就省事了吗 但是实际上 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 不推荐这样 就是因为你害怕母乳 引起来的黄胆 而去选择奶粉的话 对孩子的这个益处是比较小的 反而是害处比较多 因为母乳是我们妈妈的第一份礼物 而且是最好的礼物 所有的妈妈的奶是最适合她带孩子的 而且刚才我也讲到 母乳性黄胆 本身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小的 我们停三天母乳 还要继续它吃 所以没有必要 因为害怕黄胆去停母乳 明白了 不要一捏费食 对 毕竟这也适合孩子之间最好的 连接 和连接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想要黄胆消退 真的是晒晒就好了 想要黄胆消退 真的是晒太阳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那种时候你要晒太阳的话 是需要尽量多的暴露皮肤 那么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些防护 比如说眼睛这里要遮一下 再次尿布这里要遮一下 这样的时候 你晒的时候才会更好地接受光的作用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 要预防受凉 因为你可能衣服都要脱出来了 就要预防受凉 所以它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为什么有黄胆了 晒一晒太阳 它就能缓解呢 不是越晒皮肤就越黑吗 颜色越深吗 把黄胆晒成黑的 它就不黄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它是这样的 因为在光的作用下 不一定 我们医院经常用的是蓝光 蓝光 但是所有的光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只不过蓝光的效果最好 它是在光的作用下 形成一个光学易构体 然后在它的结构发生轻微的改变 然后更容易排出来 那么这是黄胆 晒光能够退黄胆的一个原因 刚才也讲到说黄胆以后 可能我们给它照光以后会发黑 发黑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有些孩子因为是早产的 可能用了一些静脉营养 用了静脉营养以后胆子有点淤质 在这个情况下照光 它会出现一个发黑 严重的叫青铜症 就是出现像青铜那样的颜色 另外一种其实就像我们平时晒太阳一样 晒太阳的情况下 我们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沉着 这个相当于是防护我们的皮肤 不要受更多的伤害 那么孩子在晒太阳的时候 他也会有短暂的黑色素的沉着 可能没有照光的时候 他就会消退 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发黑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在体系上 那么就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治疗性肾二的黄胆 现在在这个临床上 治疗性肾二的黄胆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比较常见的 有三大类 一种就是刚才讲到的 照光 蓝光 它会有利于打黄素的排出 形成一些光学液构体这样 第二个就是用一些药物来有些针对 比如说这个孩子因为是酶缺乏 我们可能用一些酶的诱导剂 比如说这个孩子因为是白蛋白的缺乏 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白蛋白 还有一些药物来有利于他的胆质的 合成和排出的这些一些药物质量 第三个就是比较重的孩子 有些时候黄胆太严重了 可能马上就要进入这个神经系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个紧急的一个 措施叫做换血 换血啊 把全身的血换了吗 换谁的血啊 这种呢 我们其实是用的其他的人的 成人的这个红细胞和血浆 混合成新的血 然后进行换血 换血相当于是 一个血管是孩子的血出来 一个血管是这个新的血进去 那么这样同时换 那么最后总共的换血量 是孩子的血的两倍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多数的胆红素换出来 把比如说妈妈的抗体也会换出来 有一些这个 一些毒素也会换出来 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好的 这种换血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不会对孩子以后的身体 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或者是有什么后遗症的影响呢 这个其实是没有的 换血本身它这个治疗的措施 在紧急情况下 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对以后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换进去的这个 成人的红细胞 它是有一定的受益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会自己就代谢掉 那么你最后小孩自己骨髓长出来 还是它自己的红细胞 所以这种一般来说 是没有什么这个不良反应的 而且我们的血都是在中心血栽拿过来的 都是经过严格的检测的 这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别到最后那一步了 对吧 真是太痛苦了 所以说如果说发现孩子 大概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 就要尽快就医呢 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这个孩子黄胆非常高 黄胆指数我们是达到了将近20以上 你这个可能就有可能将近要换血了 13以上可能就是病例性黄胆的可能性蛮大了 另外呢就是黄胆上升得太快 就是一天之内上升5个毫克以上 另外就是黄胆它的这个直接挡红数升高 这个如果我们在查询的时候会有表现 然后就是孩子如果精神反应比较差了 我经常讲到如果这个孩子黄胆比较高一点 但是他的精神食欲什么都挺好的 我们可以观察 有些黄胆不是很严重 但是这个小孩的精神挺差的 就是老想睡觉 老是不想吃饭 不想吃奶 这种情况下反而是他的疾病比较重的表现 那还有一点就是就像在疫情期间很多妈妈不愿意让孩子去轻易去医院接种打疫苗 对对 同样如果说是黄胆期间是吧 那我这个时候我打预防针的时间要不要推迟啊 对打预防针的时候其实是要求孩子处在一个机体的各种情况都很良好的情况下 如果有黄胆的时候他在没有区分出来你到底是生理性黄胆还是病理性黄胆的情况下 他一般不给打预防针 所以他要你去把这个黄胆消退了或者是你去搞清楚了 他就是一个这个母乳性的黄胆 那么他可能才会给你打预防针 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新生儿的黄胆确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希望今天主任所讲的这些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胖胖 让我们一块进入到金龙鱼稻谷先生 古物由更健康处方环节 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大家好 古物由更健康 欢迎来到金龙鱼稻谷先生健康厨房 我是胖胖 我是贤贤 刚才聊了很多新生儿黄胆的问题 感觉到了这个宝宝长大了 太多事情都需要我们家长来关心了 尤其是新手妈妈非常不容易 要不今天贤贤就教我们做一道送给妈妈的菜 当然可以啊 做什么 做一道送给妈妈的金牌炸虾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金牌炸虾 首先要的食材就是这个优质的海虾 对不对 对是的 然后还有需要准备到我们的鸡蛋 以及面貌糠 然后我们的番茄酱是最后蘸着吃的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的食材呢就是这些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把虾里面的虾线挑出来 因为这样会更干净卫生一点 好 你要不是教教我们怎么来挑虾线 首先家里都有牙签对吧 对 对 我们先拿出一根牙签 让虾的身体自然弯曲的时候 它这里有一个最高点 对不对 对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黑线 看到没 好 牙签 我挑不出的出来 看 哦 成功 成功 挑出来了 还是蛮简单的 这个虾线挑起来 好 现在我们所有虾线已经调干净了 来帮帮你帮我把这个鸡蛋打成蛋液 好的 现在呢 我首先把鸡蛋打成蛋液 因为要把那个面包汤给黏上去 好了 让我们所有的大虾都裹上鸡蛋液 然后再放到面包汤里面 好 现在我们准备起锅烧油 我们倒入金龙鱼道骨先生调和油 油温几成热的时候 我们这个虾就可以下锅了 油温八成热是最适合炸虾 哦 如果七八成 因为它的温度会比较高 对 它一下去之后就会快速地锁住它的水分 好 现在炸虾它已经下锅了 油温比较高 它会有一些泵油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虾下锅大概要炸多久 炸个两三分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虾本来就比较好熟 熟的也比较快 对 是的 你看咱们的现在虾已经是金黄酥脆了 对不对 对 咱们现在就已经好了 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拿来咱们的漏网 啊 精致的摆盘 然后配上咱们的番茄酱 我们的一道妈妈的金牌炸虾就做好了 健康厨房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在这里有微信提示 你在收看我们节目头时 可以关注饮食养生会 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等着你哦 好的 再次感谢主人来到现场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的 也欢迎你每天同一时间收看饮食养生会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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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